你的语言就是你的风水 你的说话就是你的命运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语言 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你相信吗 一个人说话不好听 他的命运就不会好 言语恶毒不善 是在饥饿 老话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流月喊 断恶行善 修行的第一步 就是和颜悦色的好好说话 要积口德 常有人说 我这个人哪儿都好 就是嘴不好 刀子嘴豆腐心 聪明的人懂得 善良的心 生不出恶毒的语言 心里有爱 眼里才会有光 你的语言就是你的风水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暗藏着能量 它正在悄悄地改变你的命运 你相信吗 相信的 点赞收藏 我接着讲 在中国文化中 有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 谦德之孝 而很多人不知道 语言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你的命运 男师曾经说 你经常说的话 就是你命运的预言 多么的深刻 欲知过去过 今天受则时 欲知未来因 今天做则时 要想知道你过去的结果 今天发生的一切 便是你过去的结果 要想知道你未来怎么样 今天你所做的一切 便是你未来的因 这就是你生命的因果关系 你心里想什么 嘴里就会说什么 你嘴里说什么 心里就会有什么 命令就会吸引来什么 你才是你一切的根源 所以修行之人常说 修一张富贵的嘴 想一世富贵的命 你的嘴里说的话 就是你的人生 你的语言 就是你的风水 如果想要富贵 就要对生活少叹气 少抱怨 多感恩 多祝福 古人说 口能吐莲花赞叹 也能说恶语伤人 当我们生气 愤怒 抱怨 叹气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就会接受到负能量 负情绪 感召疾病 痛苦 倒霉 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然而 每天说积极向上乐观的言语 我们的身体就会接受到正能量 正向的暗示 从而感召健康 幸福 好运 生活 就会越来越顺 所以 这就是圣贤告诫我们的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看 不管你现在 身处何处 是否顺利 是否如意 都要 常说善言 口吐莲花 常怀感恩 多极口德 想改变命运 就从说话开始 语言 是你一生最深刻的修行 您认同吗 评论区告诉 关注我 为您分享更多的 道家智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